新闻杯篮球锦标赛 新闻女生队对战终止 投缘与统一达拉队联军 拥有篮球校队经验的 UNIGIRLS 泡泡 一开赛和队友举子一起发动攻势 而连续三年参赛的LAMIGIRLS 被前喊出打破零分口号 想要赢得比赛 只不过新闻女生持续发动攻势 最终以30比19打赢拉拉队联军 经过这个激烈的战争 还开心吗 大家 开心 而且我们认真的有破诞 对不对 然后我们SBL了一个教练 帮我们特训了两个小时 就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感觉有点体力不支了 很好玩 很健康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对啊 平常战于跳热舞的拉拉队们 中场都分别带来精彩热舞 新闻女生也派出未来主播 受一段舞蹈以正气气 不但以球会友 也以舞蹈交友 今年之所以会请到四队拉拉队 其实是因为他们都非常想参加新闻杯 所以我还没邀请之前 他们很早就自己主动来说 想要来跟我们打比赛 所以这也达成我们宣传篮球的目的 我觉得非常开心 Lummy Girls也表示 这次靠Armys与曲曲得到分数 明年还要组一个复仇者 Lummy Girls联盟再来挑战 中社记者张欣伟才被报道